哈喽大家好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 年轻小伙第一次围猎 就被野牛甩下悬崖 等醒来后才发现 自己被困在悬崖桥壁上 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深渊的电影 阿尔法狼伴归途 故事一开始 在两万年前的北欧大陆上 一群猎人正在匍匐前进 慢慢地向野牛靠近 手里深情地看一眼儿子柯达 这是他第一次外出打猎 一声令下 所有族人向野牛重去 野牛也向人类发动攻击 人类扔出飘枪 野牛马上认怂 突然转弯向相反的方向奔去 却不知前面就是悬崖峭壁 想刹车已经来不及 掉下去早往要变成红双牛肉面 幸存的野牛向柯达冲来 直接把他顶上天 野牛还没有放弃 又折回来勾住柯达 向悬崖冲去 这是要同归于尽啊 真是一头狠牛啊 首领朝着牛屁股扔去飞镖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野牛把柯达扔了出去 时间倒退到一周前 这天正是柯达成为猎人的日子 按照部落习俗 柯达被同伴痛扁了一顿 只有经历痛苦的人 才有资格成为猎人 柯达和父亲 踏上了第一次打猎的旅程 他们要穿越千山万水 才能找到猎物 周围的猎物都已经被打光了 一路上 父亲将他钻木取火 考验他的耐心 但是没有成功 几天后 父亲遇到了另外一个部落 两个部落打算一起寻找猎物 在这个弱弱强识的从理法则下 人类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活下去 部落的祖先 在沿途留下了指路标记 后来 大伙逮住了一头野猪 手里让柯达杀猪 可是他根本下不了手 差点就哭出了声 父亲告诉他 只有强者才能活下来 儿子还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直到一天晚上 野兽突然冲出来 拖着一个同伴 柯达这才明白 只有征服野兽才能活下来 原始的自然风光 没得一塌糊涂 让人怀疑 这一切都是在梦里 晚上 他们在免费的洞穴酒店住下 父亲在儿子手掌上留下标记 对准天上的星星 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远处突然传来狼群的嚎叫 狼的首领叫阿尔法 经过一周的步行 族人终于找到了野牛群 就是电影开始的那一群 柯达被野牛扔下了悬崖 在悬崖中间的一条狭窄石碗上 昏死过去 首领想跳下去叫儿子 可是这么垂直的悬崖峭壁 不仅救不了儿子 还会白白松明 首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 在悬崖上昏迷 族人来到山谷里拖着了猎物 后来 他们又在山上等待了几日 可是柯达还是没有醒过来 首领以为柯达已经死了 带着沉痛的心情 踏上了回家的路